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残障女孩 勇敢反抗家庭暴力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李然和她的母亲 已经坐在了我们的身边 李然 您好 您好 先跟大好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李然 今年33岁 来自北京 我是一个先天性颅骨吃损的患者 您的眼睛视力是多少呢 我的眼睛视力是0.12 那多近的距离能够看到轮廓呢 我看不到你们的轮廓 连轮廓都看不到 是 现在的视力是0.12吗 是 那您出生的时候视力是多少 我出生的视力是0.3 0.3是不是还能够近距离看到人的轮廓 是 红绿灯也能看到 是 有光感是吧 是 从视力0.3到现在0.12 基本全盲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要从2010年李然 23岁遇到自己的前夫开始说起 我们先问一下妈妈 妈妈您最初是希望女儿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的 当初呢 我是想让我的女儿呢 找一个健全的 能那个一心意地能照顾她 后来她 完以后在残疾圈里呢 找了几个就是说比较不错的 完以后呢 我说不太好 因为她们也有残疾 我觉得呢 她可能照顾不了她 孩子呢 就在 之后呢 就又找了一个 就是说健全的 也就是说她的前夫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和前夫呢 通过网上相识 从网上认识的 是 你们交流了多久见面的呢 我们交流了三个月见面的 第一 像我觉得她很符合妈妈找健全人的标准 第二呢 她的这个 她对我说 愿意照顾我一辈子 为我记一辈子的写大 我就被她这种伪纯情给打动了 多长时间结婚的呢 应该是一年 这个刚才王冠老师提到了 这个和家暴抗争 那么家暴最严重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 家暴最严重的时候 她把我打进了ICU 25岁的我第一次 面临死亡 那种死亡不是恐惧 而是解脱 李然 你们是结完婚之后 她对你开始实施家暴的吗 是啊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她会有这样的举动 第一次 第一次跟你动手是为什么 我记得 她是为了北京市的房子和户口 第一次打你是 现在还愿意回忆吗 基本上都是因为房子和户口 就大体是这样的 基本上没有原因 家暴了多长时间 家暴了四年 这过程妈妈都不知道吗 妈妈都不知道 你没有跟妈妈说 为了不让妈妈担心 我尽量地维护好 我们残尽之家的这个婚姻 那第一次家暴完了之后 她跟你说过什么 你怎么就原谅她了呢 每一次家暴都是 买菜做饭 做好好先生求原谅 所以就心软了 就相信她了 就有了第二次 再被家暴的机会了 妈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是从那个 她那进ICU那次特别厉害 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房子 租了一间房子以后呢 就是说 他们所有的事我都不知道 她如果让你妈妈知道以后 那我还得要打你 我回家了你全家 我绝绝对对 你要是告诉你妈妈 和你爸爸的话 那这件事 那次我更得加倍地打你 所以她也不敢说 很胆怯 完以后呢 就是她这个人就是什么样 她就是打一巴掌 给个甜枣吃 她给你求饶 她那次进SO以后 就那次我知道以后 在这之前 就是每月起码得打她两次 但是呢 最严重的时候呢 她拿着她头发 揪着头发 往那个墙上撞 她视力怎么低的呢 就是她把墙上撞 撞完以后 那最后她也没有承担法律责任吗 是 最后一年 她最后承担了法律责任 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故意伤害罪15年 信用卡照片承担了5年 受罪病房 一共是20年 对 这个时候我觉得 我们应该响起掌声 其实我们还应该要对家暴 这个言上加言 要保护这个妇女儿童的权利 当然我们说完呼吁之后呢 我就想问一下妈妈 您觉得您在这件事情上 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吗 我真的当初没有考虑 没考虑那么多 对 总觉得我这人是有点耗面子吧 就是觉得就是找一个健全能照顾她 而且呢就是说 出门在外就是有点那样 您不是要照顾她 您是面子 这么重重地跟您说话 就是在告诉我电视机前的很多家长 你们爱孩子的方式 和爱孩子的尺度 要重新盘算一下 什么才叫爱 是 孩子能找一个健全人 自己去找 而不是母亲 非得让孩子 于是孩子说 我终于找到了我妈的标准 您是站在妈妈的角度 我现在其实特别想站在婚姻里女性的角度 就是咱们女性应该有权利维护自身的利益 对呀 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 首先要保留她施暴的证据 然后报警 咱们面对有家暴行径的对象 千万别想着这个婚姻还能够前行长远 其实这就是耽误自己 害了自己 给了对方又继续揍自己的机会 没错 咱们一定得清醒 我特别支持 请记住 第一次被打是不能原谅的 绝不允许有第一次 很多人说你太极端了 不极端 只有大家拒绝第一次才有永远的幸福 是 否则没有幸福可言 对 赞同 现在算是走出来了吧 因为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的现场 一定是有不一样的生活了是吗 是 现在是一个人吗 现在我已经有未婚夫了 未婚夫 是 妈妈知道吗 知道 见过吗 见过就 今天也来到现场 咱们请李然的未婚夫来到现场 一块儿聊一聊 你也看一看好不好 行 我给看看 你好 请坐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左嘉宾 今年四五岁 我比我的现在的女朋友大一轮 大一轮 对 老左是怎么认识你女朋友的 我是通过那个网络 认识我现在的女朋友的 我看出来了 你这幸福都不行啊 动不动老上手啊 谈了多久了 我们谈了到现在为止已经六年了 六年 这么长时间了 对 老左 您知道李然曾经经历过的这些是吧 知道 那您能告诉我们 李然身上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最吸引她是对我是真心的 而且呢 她说话我也特别爱听 而且呢 我知道她的遭遇以后 我特别同情的 也特别理解她 所以我想 那个后半年 我要是把她守护好 往后呢 呵护好 一定要跟她互过下一辈子 李然 老左身上让你最喜欢的是哪些 你觉得他和其他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老左身上最吸引我的 还是看到爱我 她对你怎么好了 跟我们说说 举举例子 就在2016年的时候 我因为严重的家暴 导致了先天性颅骨吃损的复发 然后头疼欲裂 胜不如死 然后我就住进了医院 在神经内科的病房里 在我昏迷当中 我隐隐约约的听到了一首 我只在乎你用沙哑的 五音不全的那种嗓子来唱 那时候我真的感觉 虽然他五音不全 虽然他嗓子沙哑 我真的觉得那时候的音乐 是我最动听 最美妙 最深情的音乐了 哎呦我的天呐 庚儿 说的我都感动了 庚儿啊 你给我们能不能重复一下 当时的场景呢 当时怎么唱的 当时怎么唱的 这时光匆匆流起 我只在乎你 心跟心愿 感染你的心心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是最生命的你能言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这是我听到过的 最美的我只在乎你 如果你们两个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跟王冠 一起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王冠 谢谢王冠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不要珍惜 如果也是某一人 过着平凡的日子 不知道会不会 也有爱今天如明 每时光 从从从飙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 传染你的气息 别生几何 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 失去生命的力量 也不可惜 所以我只能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寂寂寂 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谢谢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是 我们把这气氛都推到了这个高潮了 都帮到这份上 你也得有点行动啊 对啊 我要谢谢 谢谢那个王导 现在呢 就是等到我丈母娘 现在要同意了 我们我立马把它 我做主了 今儿就同意了 对对对对 咱们还是得问问阿姨的意见 您同意了吗 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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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妈 我今天我借着咱们那个 向幸福出发现场 我向您闺女求婚 您同意吗 同意了 你该求婚了 求婚 求婚了 哎呦 哎呦 单膝就行了 单膝就行了 哎呀哥们儿 你这太喜在了 这这头婚吧 没求过是吧 头婚啊 这咋就收了呢 等他说完再收 招牙呢 哎呀妈呀 这都急性子 虽然我嘴笨 可是平常日子 不会跟你说什么好话 可是呢 我的心早就 你早就早就在你的心里了 我 他在你心里 不是你在人家心里 那你住 住反了 你就就 你得稍后扶着点 扶着点 嗯 好 你早就住在我心里 我住在你心里 你愿意不愿意 对了 我愿意 你要 你要 接受幸福 来慢点 慢点 就同意了 还有东西 还有东西 早有准备啊 老左 你可以啊 你这够有心计的呀 你慢点慢点 这就 这怎么就 这么大个人 就给图一上去了呢 来 哇 哥们儿 您那是 您那是买了个 项链吧 你太粗了 你待会看看 哎呀 喜欢吗 你不让他起来 他就不起来 我跟你说 李然 你来了 一二 哎 抱一下 抱一个 呀 相信他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的女儿的 再核实不过了 是 好 我放心了 祝福你们 李然曾经不幸 但是现在是幸运的 风雨过后遇见了彩虹 收获了爱情 希望你们的小家庭可以越来越美满 我们要有请徐晶晶为你们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送上一首好听的歌 鲜花开在好梦里 《 apoyo》 茶泳鲜工作室 城堆大地风细细 白花盛开度绚临 风寒笑沾 iD 花海洋帆千万里 谁把美丽花儿在 阳光春风和春雨 春旁边前沾上几 万字千空途笑语 云坠月 鸟鸣 花海派岸有天际 谁把幸福快走 有我 有他 也有你 阳光和香花在一起 微笑和春风在一起 美丽和幸福在一起 新花开在好梦里 好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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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梦里